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楼盘 这个楼盘号称在贵州大鸭湾二手房 是最难卖的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是在中心北路上 这个楼盘就在那边 在我的正前方 带大家去看一下 整个小区的沿街窗户 破旧不堪 完全没有任何人打理 从这里一直到头 完全是破败的 你看他们这里的休息区 没有任何人打理管理 为什么 因为买了这里的房子 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来住了 除非说是那种 真的 已经就差住山洞里的人 才会来这里住 这个楼盘呢 是在苏港大道跟石化区交叉口子里 这个小区周边 没有任何其他小区 只有两条所谓的主干道 一个是苏港大道 一个就是通往石化区的石化大道 北桓路吧 应该是北桓路 没有学校 没有医院 没有超市 甚至连商店都没有 10栋楼2500户人家 感觉就是四外桃园一样的生活在这里 不过有一个好处 这里叫外卖 还是有人送的 另外我每天晚上在大门口这里 有两三个摆地摊的 帮大家偶尔解决一下 买点小水果和小蔬菜 看见没有 我身后就是他们的铺面 烂的都只是拿个木板挡了一下 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有一些人内部交流人士 就是所谓的内部人士 都知道买了这个楼盘的人 不说毁了三代人吧 自己这一代是毁了没问题的 花那么多钱买这个地方 要啥没啥 问题是他后面 就是整个 石化区 房子后面就是石化区 每天打开窗户一看哇 浓烟滚滚 你关上窗户一睡觉哇一鼻子的味道 对吧 这是不可避免的总会有一点点味道的 所以说 买房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不要以为你有钱 然后捡了个便宜在这里买了个房子 就多么多么好 没用的 真的没用一点用都没有 说难经点快递都不愿意来这里啊 你看看 说是 对外桃源 感觉就像一个无人区 我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有钱买房是好事 但是一定要谨慎 小心 不要听人忽悠 一定要慎重 买房是大事 知道吧 像买这个楼房 我估计啊 真的我抹脖子的心都有了 好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喜欢老奖记得关注一下啊 这里是号称整个惠州大亚湾 二手房最难卖的地方 基本上 凌晨较量 好了 其他的不多说了 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